新都庙骚乱发生不到24个小时 再有暴徒出来闹事 新都庙外围火光处处 消防车也随即赶到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灭火 就有暴徒一步步逼近 消防车不得不急急倒退 随后暴徒朝消防车抛制物品 让消防车和救护车的挡风玻璃和车窗 通通被砸毁 就连车门和轮胎也被强行拆下 最可怕的是 还有消整员被拉出车外痛打而受伤 目前还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除了新都庙 附近的One City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也遭殃 情绪激动的示威者 打碎了发展商办公室的玻璃门 并且闯入办公室内捣乱 眼看在场戒备的警力只能够勉强自保 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 警方已经出动了大批平常少见的特种部队 老虎部队到场戒备如临大敌